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的 允历二月八成年 毛泽东通知发表 论人民民主专证 毛泽东通知说 骂我们实行独裁 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 就是实行独裁 或极权主义的人们 他们实行 大水先生 美国来电 让您准备合国 电报上说 根据上层的考虑 在任何情况下 您都不能访问背评 什么 我几次散犯跟谎华沟通 好不容易跟周恩来 搭成会面的意向 现在他们给我发来 这样的消息 看来这一番努力 全都白费了 爱奇训太谨慎 太胆小了 中国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 对华政策的问题 爱奇训的谨慎 也不无道理呀 看来我要退休了 否 您会不会跟我 一起去美国呢 先生 您是不是 再和爱奇训商量一下 这是决策性的错误 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 明显就是官网 现在我也 不需要做其他的 什么事情了 国民党那边 希望您在回国之前 再去一趟广州 我想我双约背平之后 然后马上放闻广州 共产党那边一定会生气 这对我非常地不利 我参成国务员 不让我逼宫逼近地 去背平 拜见毛泽东主席 但是现在 出于同样的原因 改变了新城 直接去拜见蒋先生 也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谢谢观看 我